曾经身为穷小子的张先生 一眼就相中了比他大两岁的贺女士 第一次见面我就觉得这个人还是相对贤味 一见钟情感受这句话 结婚后日子虽然越过越好了 可张先生却感觉到身边的这个女人像是变了一个样 这是摸老夫哥 我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首先蛮横偏心 我们家找小公 只能找他家的亲戚 我家的任何亲戚不要 其次下手凶狠 更过分的是丝毫不尊重自己的母亲 提到妻子张先生是头疼不已 在场上他也对妻子连连驳斥 可是陪同来调解的儿子却坚定地站在贺女士这边 我老爸的做法就有很极端 不理解我老妈的行为那样 一个家庭最大的悲哀是什么 养不去一个感恩的人 连我们的观察员也在场上为贺女士打抱不平 他为什么这么急 他急的是什么 急的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急的是你们这个小家庭是否幸福和睦 那么家庭矛盾到底是因谁而起 从贤妻娘母到丈夫口中的母老虎 又是否真的是贺女士的问题 纷纷扰扰中我们的调解团队 又能否帮他们抽丝剥茧 化解危机 调解马上开始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本栏目由豪氏首席特约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每日坚果每日营养 一品搞定 金牌调解指定健康饮品 均摇六种坚果 大家好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各个成员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贺女士和张先生 我们先来了解贺女士的诉求 二十多年经常吵架 来你们尽快调解是想帮我们的矛盾 调解一下 许个调解不好 就我们分开了 不想以这种常年在吵架的状态中生活了 是的 是的 太对了 张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作为一个女生 她太强势了 我们基本在家里是大潮 三六九 小潮天天有 所以你今天是希望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来到你们这里能够调解更好 不能调解也就好去好散嘛 都说家和万事兴 可结婚二十多年 争吵却成了他们生活的主旋律 这让夫妻俩都感到十分的疲惫 甚至动了离婚的念头 在张先生看来 矛盾都是因妻子的强势而起 可他的这个说法 却让妻子贺女士感到义愤填膺 为了自证清白 她举出了两年前的一个例子 过群街前 跟那个弟媳妇打电话 两个人得发生争执了嘛 我说你刚才跟崔子吵完 他说没有啊 最后我就打了一个电话 问他弟媳妇 他就把这个事情说给我听 什么事情 跟他弟弟做这个拼发服饰嘛 买张策嘛 忙着我 弟媳妇跟他吵也是不同意 不同意 也不同意 明白 最后我就和他兄弟媳妇到那个卖菜行 去把这个事情想解决 跟那个卖菜的人说 大不了我就亏着 那个押金不要了嘛 你们两个人这么商量着 去做这件事情 都没有告诉他们兄弟二人是吗 我跟他商量起不了作用的 他纯粹的无所八道 那跟弟弟的合作是怎么回事 跟弟弟的合作是 我兄弟有了我四次 他说可以买菜 我说这个要家里 大家庭商量一下 他说我们两个大男人嘛 又不干什么坏事买就买吧 有没有正规的告诉他 告诉他 这个大活生意不可能做得成 不同意的情况下 他就把他姐姐 妹子 又要做来干 我说这个活干不成呢 他说来 开始买做了 不做也得做 你也不能反对 钱我也不需要你拿了嘛 就是跟你无关了 就是跟我无关了 我就好了 没得一个星期 他就躲躲逼人 你拿不拿钱出来 这个共同夫妻财产 我说为什么夫妻共同财产 做什么事情 不用商量呢 他就躲躲逼人 掐着我的脖子 大大取手嘛 当时我们交押金的时候 把车子开去做货项 已经做货项了 我也跟我媳妇商量 我说叫她拿钱去 我买这张车 她也不同意 不同意嘛 那边一天吹吹吹的 打电话嘛 我作为个男人嘛 我也不好意思 我就问我姐姐 我说我已经买了车 你们要来 你就来活骨 你求助完了姐姐妹妹 有没有跟她说那句话 从此以后你别干预我 我也不用你来管 有讲这样的话吗 我说既然车也买了 钱还是可以赚 她说我不需要你这么做 你自己做出的事情 你自己去承担 我不管 好 我说你不管的情况下 我去找人活骨 你就不要怨我 那后来你找她要钱 是怎么回事 我每天要发货 要开单 要算账 我回到家里来 她每天又哭又恼又骂 我的心多死你了 肯定不可以指望了 我还有心思来骂你 好笑 真的 你这个作为你自己成年人 讲话你要负责其责任 你不要一拍付严 动手是为什么 他骂了确实是 我人无可燃的情况下 我给了他一眼光